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6月4日 今天是六四 三十五周年 香港自從1989年6月4日 到今天整整35年的轉變 由一個英國管治下的殖民地 享有基本自由逐步引入民主 到1997回歸之後 循序漸進邁向全面普選 到2019反修例風暴帶來了很巨大的變化 從接近一個西方的自由社會 走向一個與內地更加相似的特別行政區 這35年間的變化 6月4日的維園 見證著香港的一些劇變 1989年後每年的6月4日晚上 以萬計很多時候過十萬 市民出席由已經解散了的 支聯會在維園足球上舉行的六四足光晚會 悼念六四的死難者 1997之後馬照跑沒有照跳 六四悼念也都不變 當然近年就沒有了 維園附近銅鑼灣鬧市遊人 繼續吃喝悶樂 亦都有去維園出席燭光晚會的市民 自由選擇 維園晚上一片白色燭光 晉顯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 仍然是自由城市 香港人可以公開悼念六四 墨埃 叫一些民主中國的口號 唱自由花 去到2019年一場政治風暴和往後的一些變化 徹底改變了香港 2020年的6月4日 警方以疫情為理由禁止集會 但市民自己用手推開了一些鐵馬 進去維園的足球場 燃起手上的燭光 這次2020年的六四 相信為六四燭光晚會畫上了句號 加上一個錦炭號 可能在可見的一定的未來 相信六四燭光晚會都很難舉行 2020年之後往後的六四 維園就直接封了 接著去年就給了一些愛國組織 搞一些叫做同鄉活動 維園裡面外面 警方就高度戒備 銅鑼灣的鬧市 周圍都是軍裝的警員 2024年的6月 這些敏感日子的維園 進遍國安法之下的香港 不再是昔日的香港 自從1989年到2019年 這段期間 香港人都可以公開悼念六四 支聯會向康民署申請維園的場地 向警方申請集會 通通獲批 還有警員在附近 一帶維持一些秩序 現行的法例並沒有禁止市民公開悼念 但是過去兩年的六四晚上 市民在維園附近 獨自拿著一支蠟燭 又或者是 著了手機的燈 都可能會被警員截查 公開悼念並不違法 但是今年六四 警方比往年更加緊張 有報導說 警方的國安處近日聯絡一些 部分民主派人士 包括前支聯會成員 問問他們六四今天會不會有什麼行動 並且提醒不要去一些敏感的地方 哪些是敏感的地方 大家都很清楚 行會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說 悼念六四本身沒有煽動意圖 市民無需要杯弓蛇影 但是要理解 反修例運動之後 不少大型集會又發避騎劫地說 形容政府有如驚弓之了 對同類的活動有保留 湯家驊說 市民可以在家裡悼念 過去就可以公開悼念 現在最好都是回家裡悼念 這些說明了什麼呢 今天維園一帶 其實昨天都相當誇張的 每隔幾十米 就有一些軍裝便衣警員駐守巡邏 中國製的劍齒座裝甲車 也都在銅鑼灣的鬧市高調巡邏 一旦發現有人有類似的悼念行為 就立刻包圍帶走 帶上附近一些警車 人大2020年就已經為香港 遞立了一個港區國安法 接著香港政府3月火速完成了23條立法 警隊防暴裝備過去三兩年全面升級 支聯會領導者也都是被捕 個別一些領導的家人也都被牽連 反對派可以這麼說 就是已經是被瓦解 驚弓之了還怕什麼呢 摩根士丹利亞洲區的前主席羅奇 他早前就提出了香港玩完這裡的說法 接著就被人批評 他近日訪港期間接受明報專訪的時候就這麼說 他就說相信北京在2019年反修例風暴之後 就不會放棄對香港的控制 形容香港已經由一國兩制變成一個 更有中國特色的兩制 羅奇都說得挺客氣的了 還是說兩制 有些人覺得還有兩制嗎 羅奇就建議北京和特區政府 可以逐一列出香港有別於內地的特徵 比如法治 資本自由流通 人員流通等等 逐個範疇向外界展示 香港仍然堅持是一國兩制 維園六四晚會的燭光晚會 其實最能夠說明香港有別於內地 一個最好的特徵 六四晚上象徵自由的維園燭光被消失了 附近一帶周圍都是全副裝備的警員 警車裝甲車 這象徵什麼呢 的象徵控制 加上和內地球場上面 一些愛國者 一些同鄉會 是不是在六四傷口那裡灑鹽呢 他們其實提醒香港人 無望六四 失去了自由的話 就剩下就是控制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請繼續支持 comment like share 拜拜